大家都知道科基吧 其实科基实力还是蛮强大的 不仅是牧牛的 还可以兼职牧羊呢 当然了 科基还是英国王室恩宠的幸运儿 从12世纪查理仪式开始科基就是英国王室的宠物了 到了伊丽莎白二世对科基的喜爱达到了顶峰 本来是一只放牧蛙 直接飞上只头变凤凰了 直接变成英国王室的宠儿 这的归功于乔治六世国王了 在1933年的时候 乔治六世国王把第一只科基带进了王室圈 他的女儿也就是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喜欢的不得了 在1944年的时候女王18岁生日 他就重新给科基起名为苏珊 从哪个时候开始 他就和心爱的科基密不可分了 也不允许把新的犬种带进白军汉宫 从女王7岁开始到随后的70年里 女王身边就换了好多只科基 不过老司机最近的地位可能被动摇了 因为女王表示自己老了 科基腿太短了 我走路不方便怕被绊倒了 在电影《三斗特工》就有这么一幕 恐怖分子用枪威胁女王签字放弃王位继承拳 女王就果断回绝 休想但是把枪指向女王的科基 女王就马上签字了 可见科基是多么的重要了 所以科基能封你世界走上人生边风 绝非是靠着屁股的 没想到科基的魅力那么的大了 真的要拜倒在她的小短腿之下了 就连屁股也是那么的性感 都是新型的哎哟 不对 放错了 是这张但是有些网友认为这些还不够 要给科基打造的更有型一些 科基 巴巴 没脸出去见走了 这脑残残屎的硬生生把我变成了黑马猪 还有主人可能是家里缺的杠铃 平时锻炼只好拿科基来锻炼了 科基 气得我笑起来咬你膝盖没错 我就是来骗你们养科基的了 好 好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